天伟 怎么评价今天的比赛 因为我觉得经过两个比赛的调整 然后自己的状态慢慢有好转 然后今天也是5G3胜 自己准备比较充分吧 一上来 发动比较快 今天整个感觉场上发动的特别快 投入状态也特别快 对 一个是5G3胜 然后一个是上一次也输给他了 觉得自己遇到很多困难吧 然后还是对困难准备的比较充分 跟前面两个这个世界杯和这个总结赛比较起来 整个患难一新的感觉 这中间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磨难吧 因为前两个比赛确实打得自己特别 因为特别郁闷我觉得 然后经历了一些调整吧 一些技战术方面的 然后也跟教练也多沟通了一下 然后把我练的东西重新的组合了一下吧 对 像你说的前两个比赛 感觉人场上就特别闷 这次好像是不是也是通过这两个比赛 从你找到比赛的感觉了 曾经你就说一度找不到比赛的感觉 因为确实八九个月没有比赛了 然后我们像在国外的训练对手也比较单一 然后模拟比赛的情况基本没有 所以在场上练了一些东西的一些问题 只能在场上去找这些东西 所以比赛节奏又很快 然后都是没有自己捡球的时间 都是就是这种多球制 所以就很难去能静下心来去想一想 但是经过两次比赛还是有收获的吧 我觉得 那和以往相比现在的恢复状态 你觉得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我现在我也不太确定 就是还是一点点来吧 肯定没有那么快 我觉得 谢谢 怎么评价今天这场比赛 今天确实就是打得不是好 然后他我觉得他准备的很充分 他知道就是exactly怎么打我 所以这就是平方球比赛 感觉比赛当中有一点被动 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来破解这种困难 对确实就是 就是他打得我还没有开始发挥呢 因为他把我的线路都制得比较死